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新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陆惠宁在香港首次会见传媒并讲话 他表示,会带着对香港的真诚和真情做好工作 我过去在内地工作,但对香港并不陌生 这次到中联办任职,就个人而言是个新的使命,新的挑战 我会带着对香港的真诚和真情做好工作 骆惠宁表示,香港是东方明珠,国际化大都市 香港同胞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祖国也始终是香港最强大的后盾 骆惠宁指出,近半年来,香港的形势让人揪心 大家都热切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正向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的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 整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 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 骆惠宁强调,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 他将继续带领中联办全体同事忠实履行职责 同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相信在临阵特首、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 在香港得到全面贯持实施 一定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支援 一定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对此我充满信心 最后,骆惠宁还表示 元旦刚过,新春将至 希望借媒体的镜头向香港同胞们 问声新年好 希望媒体朋友多支持中联办的工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注重点